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次的團戰活動了 這次團戰活動的主題配合兒童節 所以是一場寶寶部落戰 Baby War 什麼叫做寶寶部落戰呢? 只要是你的部隊可以產生出小寶寶的就行 比如說像是雪怪會產生出小雪怪啦 或者是石頭會爆開成小石頭 另外像是召喚系或者是工程訓練營 會產生出皮卡或法師也都算啦 那名字裡面有Baby的寶寶龍我們也把它算在內 就是希望不要讓大家有這麼多的限制 還是可以放開來打就對了 那當然想到這樣子的召喚系法術的話 大家應該就會想到最近非常紅的骷髏地獄龍吧 所以今天就要先跟大家來分享幾場精彩的 骷髏地獄龍三星進攻 第一場是火炎的進攻 他用了14隻的地獄龍還有8罐骷髏法術 靠近12點外側這邊先用雪怪還有法師來幫忙斷邊 12點的內側有一座單體火塔 他可能是想要讓這兩隻雪怪也把這個單體火塔給打掉是嗎 但是現在只有一隻雪怪走了進去而已 他丟了一段骷髏法術好像不太夠 最後這隻單體火塔是沒有帶走的 3點外側這邊用雙王斷邊 然後主力部隊的氣球再加上地獄龍 是從一兩點的這個面下進來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 現在攻城氣球還沒有下進來 喔!下進來了 哇!他剛好從這個大守護者的光圈邊邊飛過去 趕快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 然後剛剛12點內側這個沒有解決掉的單體火塔 看起來的確是讓人非常討厭 所以他從11點的外圍這邊下了小王進來 準備要把這個火塔給打掉 現在來看看大本儀已經順利的被工程飛艇裡面 所裝著的雪怪搭配著狂暴處理掉了 然後我們的氣球再加上地獄龍部隊 已經飛到了陣型中間來 把第二座投石機給打掉 這邊下了一罐冰凍 洞出投石機還有對方的超級亡靈 我們的氣球部隊都在靠近5點內側的地方 哇!這邊的女王!哎呀!好可惜啊! 女王剛剛是踩到了陷阱被炸死了 不過沒有關係剩下來的地獄龍和氣球數量非常的多 手上還有留著一罐冰凍 看起來這個冰凍應該是用不到了吧 對方只剩下這幾個電塔而已 哇!厲害啊! 托了一大堆的地獄龍下來 以及大守護者跟蠻王一起收尾 拿下了這個骷髏地獄龍的三星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是來自X-Team的動子動子的進攻 用的部隊配置一樣 就是這個非常夯的骷髏地獄龍 但是他這次帶的骷髏法術是6罐 稍微少一點點 還有多帶了一些狂暴以及冰凍 在3點外側這邊是下了雷龍來幫忙斷邊 6點外圍則是下了雙王 主力部隊是從4-5點的這個面來推進 先來引出對方的援軍 然後同時還要面對到對方的托斯基和女王 在這邊除了丟庫羅法術之外 後面下出了攻城飛艇之後 也打開了大守護者的無敵 哇!這個飛艇離對方的大本營還有點距離喔 可能在還沒有飛到之前無敵就要失效了 沒有錯! 但是他最終還是飛到了目的地 搭配這罐狂暴順利的把大本營給拆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專心的來看看我們的地獄龍部隊 哎呀!怎麼氣球全部都死光啦 這個時候小王是從2點的外側進場的 然後手上還有剩下一些骷髏以及冰凍 在陣型的中間這裡 地獄龍要打掉對方的第二座托斯基了 然後小王走到了1點外側這邊 哇!這邊剩下的防禦建築還蠻多的 9點內側的火塔用冰凍把它動起來 然後我們的女王走在城牆的外圍啊 哇!這邊是打不到這座單體火塔的 還好我們的地獄龍在這邊配合著冰凍 直接把9點內側的這個單體火塔給解決掉了 這樣子一來女王的技能還扣著 然後還有或者大守護者以及小王一起收尾 小王剛剛開了技能之後 已經把1點和12點這一側的防禦建築都拆光了 最後是扣下了女王技能拿下這場三星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最後這場是天龍的地獄龍球三星進攻 用的一樣是帶了6罐骷髏法術的地獄龍球 靠近6點外側的地方用雷龍斷邊 然後在3點中這裡是下了雙王 喔!對方在3點內側的這個格子裡面有蠻王在 他在蠻王的頭上丟了一罐骷髏 希望我們的女王還有地獄龍可以趕快趕過來 把對方的蠻王給解決掉 4、5點的這個面下了地獄龍以及氣球進來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第一時間就開了無敵喔 所以這次的無敵並沒有留給工程飛艇使用 主力部隊的地獄龍球正對了對方的一座吹風機 看起來有點難受不過應該不會走歪 因為6點這個區塊已經被幾隻地獄龍跟斷邊用的雷龍清掉了 那3點內側的天鷹火炮也已經打掉 現在在陣型中間的單體火塔 頭上丟了一罐骷髏法術 但是這裡看到他們還有兩座頭石機都還沒有打掉 而且對方的女王也還活著 這讓我看了有一點點冒冷汗啊 先來4、5點的位置 下了工程飛艇進來 他已經沒有無敵可以使用了 但是這邊不會受到任何吹風機的影響 這裡該不會吃到旋風陷阱吧 好像沒有 被吹了一下下嚇我一跳 這邊丟了狂暴之後 好順利的爆本 裡面裝著的是地獄龍球 哇這個地獄龍球也是幾乎在爆本了之後 就全部都被秒掉了 那我們來看看他只剩下最後的兩隻地獄龍 在陣型的中間 但是他的小王跟女王的技能都還在 喔不對 他的小王是現在才進場 哇我的天啊 那我剛剛說單星實在是說得太早了 他連小王都還沒有進場欸 最後是直接根本可以扣下兩個冰凍法術 就拿下這個三星進攻的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不愧是可以在聯賽拿下21星的骷髏地獄龍啊 以上就是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團戰活動三星進攻 感謝前來參加的每一位好朋友好戰友 下一次還會繼續跟大家分享別的流派進攻喔 如果是你來打這個寶寶部落團戰的話 你會用什麼流派來裝逼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啊 大家兒童節快樂 掰掰